好 那我们继续看吧 好 那接着我们就进入到第18主题型 民调民意跟真正沟通 这边我们大概做两个题目 好 请各位翻到 第147页 好 147页 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何谓民意调查 我们要用什么判准 来判断民意是否可靠 我们常说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 那问题是民意它不会主动跑出来 在我们课程当中 我们有特别提到这一点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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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第一步 感谢观看 然后它有显性跟隐性 好 这些显现出来的民意的私人意见 我们都把它称之为民意 关键来了 真正的民意长什么样子 这是真实的民意 没有人知道 我们所能用的方法是什么 用某一些特殊的调查方式 我们把它称之为民调 做问卷 发给人民 来填写 测出来的数字 就可以来指导我们政府的作为 好 那整个民意它是如何进行呢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民意如何进行 民意的进行方 民意调查如何进行 在这里 红色的部分 这是四个步骤 我们所要留意的 第一个 我们调查的对象叫做母体 也就是说 当我要知道2300万人 或1800万人 对某件事情的看法 我想要知道的 测量的这个对象 我们把它叫做母体 但是母体的人 很多做民调的话 我们必须关键来了 找出里面的一小群人 叫做样本 这个过程 找出来的过程 我们把它叫做抽样 我们必须找出一小群人 把它当成是 这一大群人的代表 好 所以这群被选出来的人 我们叫做样本 人数大概是1000人左右 这边几百万人 几千万人 我们不管它 好 所以抽样的第一个特性 就是什么 你抽出来的这1000个人 叫做样本 它必须是母体的缩小版 什么叫母体的缩小版 母体的人口比例多少 样本的人口比例要多少 人口比例包含了 它的年龄层的分布 包含它的性别的分布 收入的分布 学历的分布等等 简单讲 样本就仿佛是 整个母体的集体缩小版 OK 好 所以样本 被抽出来的时候 抽样要具有什么性呢 抽样最重要的是 它具有代表性 代表性很简单 它说穿的就是代表什么 样本要代表性 意思 你这个样本里面的人的选择 必须符合母体的背景 性别的背景要一样 学历的分布要一样 等等 好 那接着呢 对这一千个人 我们就要开始把问卷 把我们要的问题丢给他 好 问卷的部分 我们叫做问卷设计 好 那问卷设计要有什么性呢 简单讲 你要文 要对题 你不可以乱写问卷 不可以乱引导 这叫问卷设计 要有适当性 要有适当性 不能问错问题 接着呢 问卷 如果你的问题设计是正确的 我要拿给他了 这叫测量 我要拿给他 样本的测量 测量的过程 要有标准性 好 什么叫做标准性呢 比如我拿着问卷打电话 给这一千个人 我念给这一千个人的东西 要一样 然后这一千个人 如果对我的问卷有问题 我的回答也要一样 回答的答案也要一样 简单来说 你在测量的过程当中 如果样本对问卷产生疑问的话 你给他的解释要一样 你不能给不同的解释 这样子的话测量就没有标准性了 那测出来就不准了 OK 好 最后 样本 写了这些问卷之后 对某些议题支持还是反对 反对或者是支持 不管 他会呈现出数字 这是结果 好 结果我们要对这个数字来进行分析 因为数据本身 要透过我们的分析 它才有意义 好 比如说 为什么 20岁的年龄层的人 会支持A候选人 比例高达70% 那 这是为什么 我们要去解释它 好 对于结果 数据结果的解释 要有正确性 好 那么这个结果 为什么会有这个箭头呢 我们就反 反推了 这1000个人的意见 就这个结果 我们就反推 就是母体的意见了 好 这是整个民调的流程 讲完了 所以请你留意 一个民调 第一个民调是 民意是复杂的 多元的 它不会自我呈现 你要把它测出来 最主要的方式 现代是靠民调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 什么政党啦 选举啦 或者是人际调查 这个都可以 但主要还是用民调 好 那民调的流程 就是第一个 从母体 抽样出样本 抽样要有代表性 第二个 给样本的问题 我们把它叫做 问卷设计 要有适当性 文要对题 要符合 要符合 它的一个稳定性 然后呢 再来问卷的测量的方式 怎么把问卷 拿给他们呢 这个测量的过程 要有标准性 最后 样本接受了 问卷测出来的数字 结果 你的分析要正确 不能做出错误的理解 好 这叫做分析的 一个 样本 民调结果分析的 一个正确性 好 那它的正负 三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 最后做出来的数字 仍然会有偏离 会允许百分之 往上加三或减三的 一个误差范围 然后有百分之 九十五左右的信心 好 结束 这个是我们147页 好 我们看题目 何谓民调 用什么标准来判断 民调是否可靠 这四个特性要有 样本要有代表性 测量要有标准性 问卷设计适当性 结果分析要有正确性 好 分色的色彼拿起来 好 第一个部分 涂起来 内容我就不细说了 民调的意涵 涂起来 然后翻过来 它的检验标准 好 检验标准的部分 黄笔 把里面四点涂起来 抽样要有样本代表性 问卷设计 要有问题的适当性 资料搜集 就是这个测量 这个就是资料搜集 测量的过程 要有标准的严谨性 第四个分析结果 要有正确性 好 结束 好 那我们接着看下一个题目 我们挑一题 政治沟通 好 政治沟通 在153页的地方 好 153页 我们来看这一题 好 这一题它主要的考点是什么 它主要是考我们的媒体 这边讲的媒体很广泛 媒体就是说 传递讯息的媒介 包含报纸 包含报纸 广播 现在的手机 电脑 这些都是所谓的媒体 好 媒体会把大量的政治资讯 这边讲的讯息 讲的就是跟政治事务有关的讯息 包含你对政治人物的观点 包含你对某一个政治事件 或某一个政策 或某一个立法 的讯息 传递给群众 那因为媒体不一样 接收的群众不一样 所以很多的媒体都在传递不同的讯息 而不同的讯息就会形成 选民啊会有不同 对政治事件 对政治人物 或对法律政策 会有不同的认知 所以简单的讲 媒体会形塑 选民的 政治认知 好 也就是群 群众的政治认知 那么媒体 既然他可以形塑群众的认知 那接着我们就要问 他如何去形塑他的认知 他在这个讯息传递的过程当中 我这边补一下 他要怎么传递 他这个传递过程 他可以有很多的手段 进了去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形成群众不同的政治认知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152页 有些人认为大众媒体 有实现民主治理的能力 他因为他可以提供我们 政治的观点跟内容 可是呢 也常充斥着明显的政治偏袒 好这边的政治偏袒很简单 他的概念就是说 媒体有很多 A媒体 B媒体 C媒体 主媒体 他们总是会有自己偏好的政党立场 帮某个政党辩护 或者是他有比他比较偏好的议题 在某一些议题上 他会特别的着力去报道这个议题 在某一些议题上 他会比较不感兴趣 好这些都叫做政治偏袒 那什么叫做政治偏袒 第一个问号 他造成的原因是为什么 然后这个政治偏袒 会用哪些方式加以呈现 好在这里 媒体总是有政治偏袒 Q1 媒体 他总是会有 比较偏向A党或B党 或偏向某个候选人 讨厌某个候选人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这个偏袒是怎么跑出来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所以第一个问号跟第二个问号 是同一个问号 然后接着 那如果他有特定偏袒了 白话文 如果他已经偏向A党了 那他会怎么呈现 当然是呈现在 他影响群众的报道方式 他会带风向 好 所以我们就回答这两个问题 粉色的色评拿起来 好 过号一 政治偏袒及其成因 还有政治偏袒的形式 所以这个政治偏袒的形式 你就可以把它抢成什么 选民跟政 你就可以把它当成 媒体影响民众政治认知 或影响民意的方式 这是同一个题目 好 再讲一次 政治偏袒 他有先偏袒某个政党 他如何呈现呢 他就会呈现在 媒体运用某些方式 去影响选民的政治认知 或你要说 媒体运用某一种 播报方式 传播方式 来影响群众的谜 这是同一个 这两种说法 就是同一个题目 就是媒体 他如何去影响谜 好 那我们来看政治偏袋 我们直接看内容 好 意涵的部分 第一个意涵 红笔拿起来 好 那个Denis跟那个Mario 他指出了 画起来 偏袒 是指一种可能影响 公正判断的偏好或倾向 好 他可以分为 比较喜欢哪个政党 这叫 可分为党派的偏袒 好 然后再来是宣传 对某一些议题 某一些人 他特别的偏爱 或讨厌他 宣传的偏袒 以及 无意识的偏袒 好 什么叫无意识的偏袒 他没有特定要去喜欢哪个政党 或哪一个人 或哪个议题 可是 社会结构让他 往那个方向去走 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无意识的偏袒 我没有偏袒 杀人犯 我也没有很同情这个杀人犯 我也没有特别偏袒 某一个议题 我也没有特别偏袒 某一个政党 可是 我总是要有收视率 因为我要有收视率 所以我会特别去找 比较写心啊 三星色的 这些行文来播报 好 那我之所以选这些三星色的 议题来播报 不是因为他有利或不利于哪个政党或候选人 纷粹只是因为他可以影响我的收视率 好 那我们去看 还有意识形态的偏袒 好 什么叫意识形态的偏袒 好 这个媒体本身就比较倾向别如保守主义 比较倾向民族主义 好 我们意识形态上过了 比较倾向于自由主义 等等 好 那往下走 那媒体为什么会形成偏袒呢 这边我们画标题就好 可以多用黄笔 好 第一个 因为媒体他的力量很大 他可以垄断使用权 简单讲 他可以垄断资讯的传递管道 然后再来第二个 媒体他可以操控政治讯息 第三个 媒体本身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第四个 他非中立 他本来就有非中立的特定立场 第四个 第五个 媒体他是不受制衡的第四权 第五个 第六个 媒体他很容易去亲爱 个人的影视权 好 这些你也可以说是媒体的一个缺点 好 那我们继续看 好 那政治偏袒的形式 就这边呢 他会用哪一些方式来影响到政治认知 或你要说 媒体会用哪些传播方式来影响民意的走向呢 好 黄笔拿起来 1 2 3 4 5 6 好 有六个 好 我们就快速把它看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议题设定 好 什么叫议题设定呢 我这边念就好 各位不用画好 媒体对于新闻报道的选择 会影响民众对于议题重要性的排序 就是说 我们每天发生的新闻议题很多 媒体他可以过滤掉他认为不喜欢的或不重要的议题 那群众就不会去讨论他 好 那媒体可以把某些议题不断的去播放 好 比如说现在流行共谍的议题 他就一直播放 好 现在流行鸡蛋缺蛋的问题 他就一直播放 他指哪个议题 选民的专注力就会在哪个议题 好 这一个他可以操控议题 第二个 预示效果 媒体采取的新闻报道内容 会影响你对这个事情 或者一个政治人物的一个判断 好 比如用比较正面的方式去描述这个人 或用比较负面的方式去描述这个人 好 第三个 是框架效果 框架效果 媒体对于这件事情 某一件事情所做的原因的归纳 原因的归纳可以分成两种方式 第一个是单一个案 单一个事件的归纳 就是说 他在播报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只诉诸于这一个人 个人的成长背景 好 然后再来第二种是整体事件 议题式的归纳 他在播报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不是在讲个案 个别的人 而是在讲 很多人发生这样的状况 从整个社会的大社会的角度来 来进行说明 好 那这种归因的方式 当然会影响你民众对某一件事情的看法 好 比如说 有长照悲歌 如果说有一个人 长期照顾他的长辈 然后把那个长辈杀掉了 如果你从个人来看 他不应该这么做 可是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 第二个归因方式 整个社会结构 就是说 长照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发生 长照 长照到崩溃 想杀人 不是只有一个个案 而是有很多的个案 那我们要检讨的是社会结构 或者社会系统 我们要检讨的不应该是个人 因为这个个人 他也是一个受害者 好 往下走 华特乐队效果 就是说 民众倾向在 支持在民调中领先的人 由他的选情认知 来决定他个人的偏好 所以媒体可以抓住这一点 有些选民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媒体可以抓 他会抓住这一点 去吹捧或放大某一些候选人 他的民调 好 再来是沉默螺选 好 沉默螺选在讲什么呢 民众对于政治周遭的认知 会影响他的政治倾向 在表达意愿 简单的来说 选民如果从媒体上看到 对某一件事情的看法 跟他不一致的时候 当他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少数 他会不愿意表达他的意见 可是请各位注意 这边的关键是什么 媒体是可以在 媒体是可以通过他的传播的方式 形塑出一种假的共识 就是社会主流的 假的社会主流观点 那会导致跟媒体观点不一样的人 会认为自己是社会上的少数 但请你注意 他有可能是社会上的多数 但他误以为自己是少数 所以他会选择保持沉默 这叫沉默的多数 叫沉默的螺选 好我们继续念 当民众认为他的真正形象 不同于周到时 会倾向保持沉默 不会改变立场去迁就 主流媒体 仅仅是保持沉默 但他立场不会改变 好最后一个是第三人效力 民众认为媒体的内容 对于自己或跟自己相似的人 原想力远低于其他人 好这句话翻白话文是什么 民众总是对媒体不信任 并且认为媒体会误导民众 可是不包含自己 以及自己周边的人 只会包含其他人 好结束